女性来讲 很严重的是一个乳癌 可是我觉得 每一个人老公呢 自己的老婆生命 绝对都会这么做 但是我们两个认识 有一点像那种 像小说的那种情节 还穷摇式 当时我 对 有点穷摇 如果现在写这种剧本的话 搞不好那些观众会骂 唱了一个月左右吧 那一直有 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位置上 同一个女人 一直点同一首歌 不是我不小心 只是真情难以抗拒 不是我创始不已 只能无法放白自己 张浩泽 这是算我们台湾的警察 是 是 两位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浩泽 我现在讲那个台湾警察 你听懂意思吗 大概听得懂 有没有进步啊 她说你是台湾的女婿 那你总会讲几句什么吃饭啊 没问题吧 你吃饭不饭 你吃饭不饭 我吃饭 我吃饭 就这样 这个幼稚园程度啦 人家还会讲了好几句 请问你会讲什么韩语 听起来很像在骂人 有吗 很温柔嘛 因为我觉得是男人的口气 我好像听到这句都是讲这样的口气 对 这句是什么意思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看男生讲得多雄壮威武 你会发现她的声音里面好像很多人在合唱 她就是很man 然后那个声音就很阳刚很厚实 刚刚我就偷问她 我说为什么你声音都没有变 她说她都有运动 对 我经常呢 我早上起来跟我太太去爬山 爬完山回来再游泳 游泳完了之后呢再去打球 这那个你看不壮也难啊 对啊 而且你看她这么多年来 她身材还是非常好 谢谢 每次呢我们这个明星棒球队 当家二壘手就是我们的浩泽 而且她那个伸手矫健啊 后空翻两圈球接到再传一壘 你那么厉害会后空翻啊 可以 对不对 不过我说真的 你从以前唱歌到现在 你一定没有唱过什么快乐的歌 其实有 不过我的主打歌都是比较 对不对 比较深情的情歌 他声音就是那种很深情的情歌 比较苍苍 好像都失恋啊 给我们放下一种歌比较多 失恋的啦或者是 那也有一些好的 比如说好男人 好男人 真正的好男人是我看在眼里的 浩泽哥哥呢 在大嫂生病那段时间 他甚至放弃所有的事业喔 就很专心地在家里 真的当了好男人 对于女星来讲 这很严重的是一个乳癌 哦 可是我觉得 每一个人老公呢 自己的老婆生命绝对会 都会这么做 是 那你就是在那个时候才 所以就一下就在歌坛上 没有看到你是那段时间 对 差不多 对 那一两年我就基本上 都没唱歌 一直陪着他 对 然后后来他 渐渐康复以后 我就再出来唱歌 是 那刚好 那个时候在大陆 有很多我的歌曲在流行 然后我在过去大陆演出 其实当初他们两个的结合 也是一段非常浪漫的因缘 浪漫的 浪漫的 对对对 不是 就是比浪漫还要更严重一点的浪漫 比较 灿烂的浪漫 灿烂的浪漫 对啊 其实不要说你 我也很好奇 他是怎么做我们台湾的警察 其实我们两个认识 有一点像那种 像小说的那种情景 还穷咬式 因为当时我 对 有点穷咬 如果现在写这种剧本的话 搞不好那种观众会骂 人家会说老套 老掉牙的 对 老掉牙的 对 老套那种 真实的 真实故事 结果是什么 因为当时呢 我还是学生嘛 那时候我刚好念研究所 然后我 反正研究所的时候 中间有很多空的时间 对对 假期 放假了 一大堆时间 所以我就毛遂之间的 拿一把吉他到西门町 那个时候很流行 民歌餐厅 然后呢 我跟老板说 我要唱一唱歌 我唱得不错 你们听听看 可以的话 给我排个班 然后呢 唱了之后呢 第二天我就 录曲了 然后第二天叫我过来唱 这种声音也太好了 对 然后呢 唱到一般的时候呢 唱了一个月左右吧 是是 那一直有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位置上 同一个女人 一直点同一首歌 对 那后来我以为是 她是一个客人 歌迷 歌迷 可是 女客人嘛 一般的女客人 那有一次呢 那个服务生 他拿那个 点歌单 就是他点的那个点歌单拿过来 那下面还写一个 她是老板娘 就写在下面 吓到了 对 那我一直不知道 她是老板娘嘛 老板嘛 我以为是客人 我也没有特别理她怎么样 那后来我当然我必须要 表示一下礼貌 我唱完歌呢 跟她 打个招呼 对 打个招呼 那她叫我坐下来 来开始聊天 聊一下 那聊一聊 最后聊到 聊到这个 触电了 触电了 真的 对 台湾话讲聊下去就是呢 就是聊在水里面 有没有 越聊越深这样子 对 就已经越现越深的意思 水聊吗 水聊 SPA 治疗 卑鄙聊 真的聊到了 那后来多久以后呢 正式的步入禮堂 差不多我们交往了三年左右 你看 我就是要讲三年 因为琼瑶上面都会写三年 都讲三年就对了 多了一年观众就不喜欢了 对 刚好三年 然后中间还有一段破折 就是我家里的人说 有 反对吗 当然反对过 你家里的人反对 反对的主要原因是 我没有办法跟 无法沟通的媳妇 来去讲话 那我就 那我就是很简单了 那我就当翻译官就好了嘛 就是这样 你是这样说服那些家人的 很辛苦啊 很辛苦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浩泽的歌吧 我点一下 不是我不小心那首歌 谢谢 来吧 这是我故意的 来 谢谢 干净我 从来不敢自信 看你 虽然你不是我的唯一 深情却叫我无法逃避 仔细问过我的心底 到底付出真情继续 虽然你从不曾在意 我仍深深地责为自己 不是我不消失 只是真情难以抗拒 不是我喘息不已 这也无法防备自己 不是我不消失 只是真情难以抗拒 不是我喘息不已 这也无法防备自己 这也无法逃避 想告诉你我的心情 一定不是我的唯一 虽然你说你不在意 我怎么可以原谅自己 我这个歌是 recre 真心难以抗拒 好迷人喔 谢谢 而且那种感觉 其實我跟浩澤哥哥學到一點 因為他是第一個呢 把很多字唱成混音的人 混音 就是沒有每一個字呢 都唱得很清楚 對 以前我們都要規定了 小時候就規定了 我們唱歌 對… 他就不是我不 他的那種混音混得真好 那不就混音 那是因為他是韓國人 所以他現在唱歌 你只要唱清楚他也沒辦法 沒有…我覺得 在韓國也可以把歌唱得不清楚嗎 有的時候是這樣的 因為歌曲本身呢 就像是聽覺啊 跟以前是不一樣 假如說我們在小時候呢 每一個字咬得要非常非常清楚 如果咬不清楚呢 你只能唱得多好也不行 對 所以現在呢 這個聽覺呢 不只是他的歌詞所傳達的一些東西 而且聽覺上的另外一種美感 所以有些因為呢 國語發音很硬的東西很多 就是像國字一樣嘛 正方形 對 所以有的時候譬如說 不 不一定要發成 發成 對 當老師幫我們上音樂課 對… 因為現在唱歌 其實不能把咬字唱得太清楚 那就要缺乏感情 對 所以呢有的時候 你不一定很清楚 不過聽的人還是沒有歌詞的狀態 還是要聽得懂 我從認識你到現在 我沒有看過你沒有鬍子的樣子 你是不是從國一開始 發育的時候就留鬍子 沒有 其實我是從大二開始 大二開始 對 大二才長出來 沒有 其實差不多 開始留了 對 留 基本上我差不多 初中二三年以後開始留了 我跟我們的朋友的聲音 其實難怪就是說 人家講說 歌手就需要有一些特色 像他除了聲音很渾厚之外 很男人很男人那個感覺以外 他那個聲音有一點那個喉嚨的 那種 很多共鳴 對 而且轉來轉去 有時候是到鼻腔有沒有 對 還有鼻腔 還有胸腔 還有丹田 丹田腔 有時候是天靈蓋 有時候是耳腔 真的是這樣子的 有些部分的 你要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對 那麼這個聲音聽起來非常有共鳴感 然後聽的人覺得說 你完全可以融入在他的聲音當中 氣 要集中在丹田然後推出去 不能 對啊 我講的沒錯 正確啊 其實在這個中國五行八卦裡面 比方說紫荊塵 它就有天坦也有地坦 沒錯 完全有天門也有地門 沒錯 所以天門開的時候地門要關起來 要關起來 那當然 所以丹田用力的時候 這個地門真的要關好 謝謝 你好 謝謝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過去 這個浩澤哥哥在以前上 這個節目的時候 有很多很精采的這個演出 來 看一段 好的 來 也很久沒有看到賴比翔 還是一樣的到在乎 頭髮有一點改變 我覺得這樣 頭髮比較好整個又好看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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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在念書的時候嗎 沒有 就是我已經出道了 真的 那時候在唱北方那個年代的時候 民國七十九年 學校畢業了 對 到現在二十幾年 這是民國八十三年的群星 蛤 群星會 又是另外一個群星會 對 第二代的 第二代的 這也是八十二年的 過年特異 其實我們看這個造型就是希望說 浩澤哥也許可以演一個什麼 達摩之類的 所以達摩了 或者是有的時候可以 我很想演一個 黑社會的老大 欸 真的很像 很像 不如我 不是我不小心 只是重情難以抗拒 也是九二年的夜 不是我存心故意 這也無法 不是我存心故意 這也無法 不是我存心故意 九二年的 不是我不小心 只是重情難以抗拒 不是我存心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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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無法 是我的 不是我存心 是 對 那很多好歌手 都在那裡發專輯 比較多 對 可是我這一次的專輯 在台灣也會發 太好了 我